疫情严峻不过仍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正面能量 为了感念前线疫调人员以及环保局同仁的辛劳 晚年伴手里业者24号是特别捐赠了500盒的伴手里名产 来给环保局的人员 另外也将自己所开发的抗菌洗手喷雾 捐赠了250瓶给前线疫调人员 期盼在疫情期间也能够尽一点心力 疫情严峻导致人心惶惶 为了感念前线抗疫人员的辛劳 华联伴手里业者配合华联县长的心愿 24日特别捐赠伴手里名产 以及自家开发的抗菌用品给抗疫前线人员 这个疫情非常的严峻 那我想我们国人每个人都想要尽一份心力 那因为我们正好有做一些伴手里 其实这个好意是县长提起的 县长告诉我说 华联县全县的清洁队最近非常的辛苦 他想要送些礼物给他们叫我准备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说 好这件事情由我来准备 但是必须要由我来赞助 我也希望尽一份心力 当时有算了一下全县的 相关的清洁队跟其他防疫人员 所以总共准备了500盒 准备了500份 那另外我还有后来又想到卫生局 其实卫生局的疫调人员 他们都非常的工作 非常辛苦之外还危险 我就想到说我们有另外的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干洗手的喷雾 它是用花莲的蚊带和茶树精油做的 非常有这种洁净的效果 所以我也准备了250瓶来送给我们卫生局的同仁 包含500盒伴手里名产给环保局人员 以及250瓶还有抗菌成分的 蚊带抗菌干洗手喷雾 给卫生局前线疫调人员 期盼在疫情期间 也为抗菌尽一点点心力 记者长帮演华临时报导